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的集作 今天是2021年11月10日星期三 拍片時間大約晚上11點半 今天剛剛跑完九場的跑馬地野賽 來到賽馬結果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些賽後話題 今次只要講兩件事 第一,今晚有一場是平頭第三 我拍照又出現一些爭議的結果 大家在畫面看到明明出面那隻松草之王跑第三 結果拍了一個平頭出來 待會又可以跟大家說這件事 第二,講了一關霍宏星 他今晚又買贏 幫民家糧贏了一隻開懷大少 賽後民家糧接受訪問又爆了一些霍宏星的內幕 這件事其實之前的丁冠浩也說過 待會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始之前也簡單提一提大家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麻煩可以按訂閱再按旁邊的鈴鐺 真的更好 如果影片圖中有廣告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盡量看完它 謝謝你 首先,第一段簡短的客戶說話 首先又要感謝365tips.com 再次贊助小弟的影片 365tips.com 除了足球資訊的網站之外 更加會提供足球提示的服務 他們有提示叫做Best Tips 就是以AI人工智能作預測 運用大數據結合電腦的AI自要學習方法 分析對賽雙方的往績、數據變化戰術 運用基本實力、各種情報等的因素結合 再得出這個預測結果 而他們7天內可以預測40-60場賽事 準確程度是可以達到八成的 他們繼續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 頭七天只需20元美金 假如大家如果有賭開波 或者想接收這方面的資訊 也不妨上這個網站參考一下 好了,看完廣告之後 回到我們節目裡面 今晚有一場評投第三 就是重草之王和無可限量 拍了一會而已 好像不是拍了很久 就決定宣佈這個評投 有些朋友就立即有拿出一張照片 是的,在其中一個網上討論區 就是這個重草之王 明明是先過終點的 但是那次無可限量 就跟他平投 到底又是什麼事呢? 其實這些爭議上季也出現過很多次了 真的說到口水都乾了 今季又來了 趁大家不覺不覺呢 這個爭議又回來 原來沒有消滅過的 這個問題是繼續出現的 馬會呢,你又不可以說他錯的 首先來說 他已經戴了一個頭盔 在左上角有一個免責聲明 就說這個電視畫面是不可作準的 以終點上片為準 所以你就不可以說他錯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說 馬會呢 我也是之中堅持我的立場 他沒有必要刻意做假的 他不會硬說 那隻第三他自己有什麼好處呢 他沒有好處的 其實他全部馬跑第三 那隻馬跑第幾對他來說沒有大影響 可能有些回購影響 但是不是大影響 他也是抽水的 而且不值得為了這個賽事結果 他故意扭曲的賽事結果 而影響他的誠信 所以其實馬會這方面 我從來不會質疑他的誠信問題 明明拍到外面的第三 也要硬押他平頭 我覺得不會有這些 但問題是現在經常出現這些事件 上季已經出現了很多次 從季初到季尾 都不斷有人質疑這件事 我覺得第一 如果實際改善來說 馬會的鏡頭可能真的要改善 就是電視鏡頭要改善 雖然馬會做了很多動作 之後做了很多關公 又解釋 很多人是量度中點線的 又用那些叫做平水尺 這次沒有說錯名字 確保賽事公正 以及拍照絕對公平 現在甚至已經放了終點拍照鏡頭 即是那張照片 放在馬會網頁上 大家可以瀏覽 做多了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你的電視畫面是否需要改善呢 這方面 其實有時候看一些外國的賽馬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一些類似的情況 明明看到好像外面那一隻 但是又開裡面那一隻 也會有 但是那些就不是大馬場 不是大馬場 不會是主要賽事 如果譬如說香港來講 牽涉投注額這麼大 也是國際焦點 平時星期三跑夜馬 很多英國人買的 他們也會看到的 可能電視畫面方面 需要有方面改進 你說水平尺就不只是量度中點 只要量度電視鏡頭 如果你的電視鏡頭畫那條線 和你終點那條線是不同的 那你在電視機畫那條線有什麼用呢 簡單來說 免去了很多的爭議 還有上季我也有一個這樣的假設 就是國際騎士錦標賽之前 國際騎士錦標賽那天 因爲流程要快一點 所以有很多照片就免得拍 那天晚上就有三個平頭 其實之前也有大馬評價 方晉輝先生也說 這個純粹是他的觀點 沒有任何的正負面評價 就是說就認為 有時候拍照不需要拍得太仔細 大家大歡喜 如果平頭就要拍到千份之一 萬份之一秒呢 永遠都可以分成勝負的 如果你分到萬份之一秒 十萬份之一秒一定能分成 但是為什麼要分成這麼小呢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看的 而馬會會是平衡了這方面的意見 覺得譬如說 拍照似乎一到萬份之一秒 就好像走火入魔 過猶不及 於是不如鬆一點點 不是太大的差距也當成平頭 但是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你現在出現了這麼多平流賽果 而又有爭議 你就變了傾側去另一邊 結果是太粗疏了 譬如說如果今晚的賽果 會不會說跑第三個馬主會覺得不開心呢 因為被人分了一半第三個獎金 第三個又是可 如果是頭馬呢 被人分了一半的頭馬會不會不開心呢 明明覺得自己是應該獨佔的頭馬 當然了 好處那邊當然不會出聲 但是有時候公平性都要顧及的 說到第三個馬主 我們就說重草系 有傳聞就說 這個真的是傳聞 就是說這個重草系 那間醫藥公司 陳恩德先生 就說這些重草系 就是米雪 廉妙橋偉 蘇智威 那些全部都是台底的 的馬主 是台底的 那這個江湖傳聞 幕後的馬主就是陳生 他也有緋聞 跟電視的女藝人李佳琛也有緋聞 我不知道這件影響的事件比較穀氣 還是被人誤傳緋聞比較穀氣 但是我相信兩件事 他也是輕鬆地面對的 因為可能其實就不太關他的事 因為這隻馬又不是他的 緋聞也可能不是他的 好了 去到第二件事 說回文家良和霍宏星 今晚他們就贏了一隻開懷大少 說回開懷大少 今晚開懷大少贏馬 也可以說我認為是霍宏星 來香港拆騎的代表作 暫時的代表作 出閘很快 守個位很漂亮 守五六位 這些是開懷大少最擅長的五六位 入到直路還要左穿右插 還要贏莫雷拉 贏女神 你也別說不厲害 還有一件事值得讚賞 就是他雖然左穿右插裸位 但是這次沒有再出現任何過勇的動作 雖然他是很緊迫的位置 但是他沒有強勁叫位 他好像有輕輕碰到其他馬 但是不嚴重 最後報告也沒有提到的 只是說他用打邊罰了馬的肩膊 那裡是要告解他的 沒有說他有什麼其他魯莽的行為 這件事值得加獎 但是當然我認為莫雷拉奇的中城區 早了法力希望走掉 而扯散了馬群 就都對霍宏星今晚這場開懷大少爺馬 都有幫助 可以說有時跑馬就是有辣有不辣 有好彩有不好彩 今晚幸運之神在他那裡 至於文家良如何爆他的秘密呢 丁冠濤之前也有說過類似的事情 文家良自己說開懷大少爺一向狀態很好 鬥心也很強 經常所負不軟 但是因為馬年紀大 所以沒有什麼騎師肯去索騎他的馬 但是霍宏星真的在排位之前打電話給他 說想拿這隻馬跑 他就因然給了這隻馬霍宏星拆騎了 這件事之前跟丁冠濤說 就是霍宏星有主動問他拿馬跑 是一樣的 還贏了一隻馬 我忘記了 不好意思 大家可以在留言上提到我 今晚贏了一隻 又是叫做女兒回來 霍宏星打電話一索騎 拿了兩場頭馬 可以這樣說 你說霍宏星的進取是不是態度很好呢 當然是的 而文家良就說香港需要這些進取的騎師 我想他有一點點發晦氣 意思是大師傅平時我有好馬 你是屎賄 就是每個人打電話 這些開懷大笑就沒有人問津 結果就益了霍宏星拆 也有一點點晦氣的意思 但是就是霍宏星 我之前對他的評價就是 他來到香港似乎太早了 因為他的經驗不夠 但是就是說 譬如說他這麼努力 始終你對著生意上、工作上任何對手 你不怕他的能力高 但是你怕那些人死裡難裡 你是最害怕的 可能霍宏星就是這類人 也讓我想起當年 譬如說護士的情況 譬如說護士 他有基本盤的 就是方六輪 他可以拿出外面的馬跑 他外面不是很多外線助騎 間中有些成績 可以保持長時間在香港 可能霍宏星的例子 就有點像當年護士了 可能他最後也不會贏很多馬 始終他的騎工也未及得過頭幾名的大師傅 但是因為他肯補 又有一個基本盤 他每季贏20、30場 可能也未必是問題 也因為騎師不夠 馬跑又會繼續比牌 過了三、五、七年 到二十多歲 騎工成熟一點 可能更上一層樓也未定 當然我覺得這個也要給點時間 而這個階段 霍宏星有時候有些濫門 細馬房那些 不妨留意一下 因為可能真的他主動索騎 特別拼命也未頂 最後也簡單提一提大家 小弟已經有會員的Patreon 和YouTube會員頻道 也新增了連費計劃 歡迎大家課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 給like、 comment、 share 或者買一份雷神馬驚支持 我都會感激大家 無需要課金也可以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的閃馬田賽馬集作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